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在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和访民 前往祭奠支持六四民运的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 还有六四死难者以及北京青年杨家 民众祭奠赵紫阳没有遭到太大阻碍 但是祭奠被网友称为侠士刀客的杨家时 派出所的警察呢带走了六名艺术家还有三十多名访民 请看下面这则报道 据维权网报道 今年清明节前往北京赴墙胡同赵紫阳故居祭奠赵紫阳的人士 刚开始被把守胡同的人员阻拦 但民众坚决前往 最后民众获得放行 此后再没有人阻拦 前往赵紫阳故居祭奠赵紫阳的人士 包括民主维权人士和在京上访的各地访民 北京维权人士徐湘玉表示 他们做了鲜花等祭品 八点多钟就给赵老送过去 尤其我们的现在有法不一 而且呢司马是不独立 给老百姓造成了好多的冤情 你想这个抢房子抢地的 像我们那个游积率抢了七年了 而且我的官司都赢了 我拿着那生效的法律交易书了 都不给我执行 徐湘玉在赵紫阳故居 父强胡同六号待了半个小时左右 他估算来祭奠赵紫阳的 大概有二百号人 徐湘玉表示 在赵的故居门外不远处 就有很多警察和警车 还有便衣在拍照 也有一批带着红姑的人职守 但他认为 祭奠赵紫阳的人当中 也有为自己维权超过十年 二十多年的访民 绝大多数也都经历了 被关黑监狱 拘留 劳教 判刑等各种迫害 徐湘玉说 这些人没死在监狱里 已经不怕被拍照了 不过另一批给杨家扫墓的访民 却遭到了麻烦 徐湘玉表示 去杨家墓地祭奠的六名艺术家 和三十多访民都被派出所带走了 2008年 杨家为自己维权 失败而袭警 致上海六名警察死亡 成为中共建政史上 最大的袭警案件 虽然杨家最后仍被处决 却被誉为 官逼民反的侠士 当时他所说的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成了底层民众引用的名言 上海访民 鲁骏还认为 访民上访符合国家的信访条例 但公安机关不保护合法利益 受到损失的民众 却占到受害民众的对立面去 因此干维护自己权益 而反抗警察的杨家 自然成了受害者心中的英雄 上海访民程玉兰 早上四点多钟 就去给杨家扫墓 在安藏这一批 六四死难者的万安公墓 今年的气氛较往年稍有放松 不过六四母亲张仙玲去扫墓 虽然没有被要求坐警方的车 但后面仍有警车跟随 我感觉就是总体来讲 就属于外松内景吧 本质上改变不大 因为从本质上讲 你坚持我们去扫墓 就本身就没道理嘛 不管你采取什么形式 隐蔽的还是公开的 这种就是不合理不合法 违宪违法的事情 习近平都说了 依法治国依宪迹国 你还在做这种违法违宪的事情 你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嘛 而且也明显的遣返人权呢 张仙玲表示 目前中国社会各个权贵集团 争斗的很厉害 但他希望新领导人上台后 最基本的人权应该有所改观